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们今天听完了这一堂课 我们懂了听说什么叫做爱多媒的时候 那我跟你讲 那爱多媒它就会翻转我们怎么样 我们未来的一个命运 什么是爱多媒 那我们为什么选择了爱多媒 这么一个行李可以做 为什么要选爱多媒 我常常讲我是 大家都知道我是台南人 那我生命当中很多的第一次都在台南 当然包括出生了 那第一次的分享一日研讨会 我也是在台南 那今天也是第一次在同一个研讨会 做第二次的一个分享者的 那每一次我很喜欢台南 那很多伙伴常常在讲 我说我一个礼拜都回台南回家里好多趟 那很多伙伴都在讲说 你才会常常在无事的往家里面跑你知道吗 那我都常常跟伙伴讲 我说回家随便都可以找一百多种的旅游知道吗 要回家里面再找什么 要不要有很多的旅游 只要有一天你连回家的旅游都找不到的时候 那个家有没有离你越来越远 我说从选择了爱多美 我说从销售到消费的这个概念 你们今天只要有听懂的这个部分 我跟你讲你就发觉爱多美有多好者 因为爱多美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 不是刻意来做你知道吗 我最近很多伙伴 我每天说爱多美的时候 他都跟我说 我说表哥我跟你说那东西好我用就好 你不要叫我做 我都怎么用你知道吗 我说拜托的你不要做用就好 你知道那个概念吗 我说什么东西最难 销售最难 销售难不难 你有看大家有做过业吗 销售难不难 很难 我说销售为什么难 每一个人都做销售 没办法 因为怎么样 为了生活 所以销售里面有没有压力 有压力 所以当有压力的时候就会有欺骗 当我欺骗的时候就会有什么 有伤害 我一直在想的就是这个部分 结果当我遇到了爱多美 我听到那个我的介绍人跟我讲以后 我就跟他讲 我说假使你跟我分享的是对的话 我说这个即将颠覆传统传直销的一个新的通路 我说他假使是真的 他会引爆另外一波的通路革命 我为什么用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说当一切从销售回到消费的时候 请问一下消费简不简单 消费简不简单 当你记得消费每一个人听到消费都说很简单的时候 那你知道吗 你当你加入爱多美的那一天起 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是谁 你是谁 你是谁 你每一次当你加入爱多美的时候 你要去跟你的朋友分享 你要去谈爱多美的时候 你不断的回到你心目中告诉你自己 你是谁 消费者简不简单 消费者分享的时候是不是愉快的 是不是没有压力的 是不是轻松的 今天假如说你是站在销售者的立场的时候 请问一下要不要很专业 要不要有一点压力 当你有压力的时候 对方感受得出来吗 他感受得出来 所以我说你今天从事爱多美 你不断的告诉自己你是谁 你是消费者 你去加入我们买东西 有没有很轻松 会不会有压力 然后你买完东西跟你隔壁的人讲 会不会有压力 为什么到爱多美就变成都不一样 是爱多美这三个字太沉重 要不然把爱多美三个字不要讲可以吗 我跟你讲说 我在哪一家公司买了一个那个牙膏 真的好用又赔你 你一切回到消费的时候 一切有没有很自然 在爱多美里面 你只要懂得什么是消费连结 我跟你讲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能在爱多美里面翻身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是谁 都消费者 你懂得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的时候 当每一个人在消费的过程 每一个人开始在消费的时候 他已经在怎么样 他就已经在连结了 他在连结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经营怎么样 爱多美这个事业了 我说我讲一个故事 我去新加坡的时候 新加坡开幕 我就去了 结果新加坡都讲英文了 我就跟各位一样 我有坐在底下 上面全部讲英文了 因为我小时候设计得更严重 我今天来了一个 我以前国中的副班长 他就知道我以前设计得很严重 结果 英文听不懂 坐在下边 记得都很像 你知道吗 上面说我听不听 到时候自然的就怎么样 睡着了 不要说得很大声 所以我们也是有形象的 因为睡着了 就知道 因为现在整个连结 整个旁边可能都是你的伙伴 知道吗 所以连睡之要不要好看一点 睡之要很好看 所以突然就睡着了 不晓得哪一个伙伴 就把我那个照片 我连都还在新加坡那边回到台湾 照片就已经回到台湾了 回到台湾了 又给我传上去 整个我就看到了 他说 这个中心长彪哥到新加坡 上一日研讨会 打瞌睡了 被我们抓到了 结果我就在新加坡 我就马上回了一个 我说 我说那不是打瞌睡 你看那个姿态 有没有 那个是在沉思 我在沉思什么呢 我说奇怪 我坐在底下 上面在讲英文 我听不懂 我在想 我听不懂 怎么爱都美可以做国际连宪 我连英文都听不懂 怎么连 结果我这样坐坐坐 我沉思了 突然醒来 我悟到了 你知道吗 爱都美是真的不用你的随力语言 什么都不用 他就可以行销全球的 因为我发觉 我眼睛一打开的时候 坐在我旁边那些伙伴 都是新加坡人 跟我都有关系 我要不要会懂英文 不用对不对 所以现在柬埔寨要过去了 要不要懂柬埔寨的话 也不用 你知道吗 消费是不需要语言的 他既然不需要你的专业 他需要你的语言吗 在台湾买封胶牙膏 跟在柬埔寨买封胶牙膏 动作一不一样 要不要过去教他 不用啊 对不对 那这个连结的时候 当你懂的时候 跟你是谁有关系吗 对吗 你有关系 我说看到那个韩国台商 那个六七十岁 那个欧巴桑的时候 可以领一个月领一两百万 我就在想 我说我们身边有很多 都大姐 那个欧巴桑 我说 真的 你来爱多美 你来用爱多美的东西 你那么会分享 你可能也很快 可以一个月分享 然后一个月领一两百万 想不相信 他只要把他原来的消费的那个精神 跟家伯的个性 有没有 我经常说 那个欧巴桑 我家伯的那个阿婆 那个欧巴桑 那去买菜 八点出门 买到到像十二点 大家就开始来念我 你才买一个菜 买那么久 不 结果你怎么菜 冷了的时候 在菜市场 有没有 在买肉那一段 就要讲买虚的那间的事情 在买菜 那要讲买肉的事情 有没有 他不断的在分享 有没有 那今天 那今天 只要把这个精神 用在那边 甚至那个 鱼肉 买完了以后 提回来 那一条巷子 大概走了两个钟头 走还不到家 为什么 差不多每一间 都一间弄问而已 因为他要让人家来看一下 他今天买了什么东西 他无非只是要炫料 你看我多厉害 我可以买到那么好的 又买到那么便宜的 有没有 要不要让人家知道 他说每一个人都找来看 我今天这个菜 跟哪一摊买的 这个鱼跟哪一摊买的 我才买多少钱而已 我一步步 整条鸡子的人 那你今天觉得说 你懂爱多美是一个消费连责 请问一下 你能不能这样做 韩国那一些 那一些房家有一些人 你问他说 你怎么那么厉害可以 爱多美做得那么好 他只回答你一句话 我认为他的东西好 好 你知道吗 他只回答 我认为他的东西好 东西好 好不好讲 我就因为他的东西好 又陪你的时候 我就跟我隔壁的那个大姐讲 我就跟隔壁那个年轻人讲 我就跟隔壁那个谁讲 结果 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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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有一条线 就刚好跑到台湾来 台湾现在二十几万个会员 在买东西都跟他有关系 所以我说 当你在任何一个阶段里面 包括在分享的过程 包括在坚持的过程 当你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你每一次遇到挫折的时候 记得我跟你们分享的 告诉你自己 你是谁 消费者是没有障碍的 你不会想那么多的 反正你再怎么样 有钱没钱 你也是消费者 好 你透过因为你的消费 然后你去连结你身边的人 连结了到最后 你看懂了未来的这个整个市场 这个市场是一个无限的 而且你的坚持随着时间 然后你拥有了一笔被动式的收入 而且这个收入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请问一下 假如说以一个消费者来说 这个是不是多的 这个是不是多的 你在佳乐福买一世人 能有半过那么多钱 在佳乐福买一世人 连2千块就没半到你知道吗 都没完碳佳乐福 结果在爱多梅 三个月半两千多块 快点完碳 说我这不完碳 你角色本身就有问题 所以我今天只是不断的告诉各位 你要回到你角色是什么 你是什么样的角色 对方就是那种角色 所以那天我就在一个文章里面 就看到一篇 那个圣经里面的一段话 我说这个 难怪这个我们董事长 在谈这个爱都没有 都是以爱 以慈悲 关怀 为出发点 那一段话他就说 当一个好的牧羊者 你身上要沾满羊群的味道 你身上要沾满羊群的味道 而且要怎么样 要带领的羊群去找到干净的水源 跟清脆的草地 然后甚至要怎么样 好好的保护这些羊群 不被外来的狼群 入侵 吃掉 甚至你要很谦卑的为 这些受伤的羊群怎么样 包扎伤口 那我就在想第一段就好了 为什么一个良好的牧羊者 你必须身上沾满羊群的味道 你今天必须同理心 你要让这些羊群 跟着你的身边的时候 它是怎么样 它是安心的 它是放心的 因为它知道 你沾满了我羊群的味道 你就是跟我们是怎么样 一样的 它会不会很安心 它会不会很放心 你要带它去哪边 它会不会乖乖的跟着你 因为它把它交给你了 对不对 那你今天在黑多美是一样 你今天假如说 你扮演的是一个消费的概念的时候 消费者的概念的时候 我说消费 消费在分享的时候 是不是完全没有障碍 没有压力的 很自然的 那你对方的人 对方会不会感染你那一种 他就直接就站在立场 就是一个消费者 他内心就比较没有恐惧 他就会很放心 他会很安心的 然后你们就会越分享越快乐 那经营呢 主动把旁边的人连接起来的 那个叫经营者 那你时间要变成多快 多短 谁决定 你决定 对不对 今天你听懂了 你赶快去把身边的人连接 你要不要列名单 要 怎么列 不要买名 你知道吗 不要等一会跳过 人 这个会做 这个不做 这个怎么 这样代表你还听不懂 消费連接的概念 消费連接 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 好 像你要嫁嫁 嫁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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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脑海终于闪过去的 怎么样 赶快 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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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们的争议员 那更快 因为怎么样 他跟他动作以前双击的 在选举的时候 会跳得更安 理中开始 人中这样 噢 白白的一副 因为大家通通叫做消费者 那连接快不快 你只要懂得那个概念 你就开始可以 脑筋就开始在想 你要赶快去连接 你身边的谁 你就已经 那个脑海中的人 都已经跑出来了 要不要去顾虑 不用 董事长讲的 连招楼也是要刷牙洗脸 对不对 你还会去想 我感觉这个不做 我感觉这个会做 你今天听这些课 没错你再听这些课 没有谁会不会做的问题 你记得 当他在消费的时候 就已经在怎么样 在做了 所以后天别再有人来说 别说 别说东西好 我用得 你拜托你别叫我做 你就别怕事了 我给你说 改善一堆 不用 你就直接跟他说 别做 用得 用得好 那些东西真的很好 用得好 用得好 不要做 这样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连接 每一个人都没有借口 不会跟你讲说 我没有口才 我没有连麦 我没有读书 我不懂英文 没有一个人有借口 因为每一个人通通叫做 没有 消费者 所以当你懂了以后 你就如何 要怎么做 那你懂了以后 你就赶快怎么样 把这些人的名单 怎么样 赶快累 看累出来的 累出来要不要打个电话 跟他讲 要不要打电话跟他讲 出品头尾先讲 对不对 然后比较远的 那个亲戚朋友 要不要讲 要 要 不然你现在没卡 我会说明天你会遗憾 你要记得 在爱都美的这个市场上 它不只是一个趋势 它已经跟你的生活 已经在连结了 你就记得 你要怎么做 你根本都不用去思考 你只要懂 什么是消费人 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的时候 请赶快把你的名单 全部都列出来 然后你只要回到家里 要打开你家的大门的时候 隔壁那个鄰居 刚好探头跟你问 你今天走在哪 我跟你说 我今天了解一间韩国的大众精品 那些东西真的有够好 还有够食 给你免费 你问这些人跟他讲 至少让他知道 你有接触了 以后 第二个跟他讲了以后 他会想到 我家旁边那些有跟我说 他会不会过来问你 你那天跟我讲的 好像是韩国的什么美 对不对 这样就对了 你现在不讲 明天 遇到隔壁那个 刚好鼓起勇气 要跟他讲 结果他说 我才早上 我才能够喝而已 你会很厉害 他说你会很厉害 因为他不用你的专业 你如果把他補一下就好了 对不对 当你买菜 买一个菜 都会出朋友说 你待会我去菜池 做什么 我刚才买这个隔菜 这样隔菜更熟 这样分享有没有很简单 其实就这个概念而已 好当你做的的时候 你听有看有做的的时候 你做的就是说 你把这些人连结了以后 要做什么事情 只有一件事情 持续的扮演好 什么角色 需要这个角色 你今天跟他讲压膏 对不对 然后你明天又去买了洗澡的 洗完了以后 花姐真的 这个洗澡的好洗 你能不能再跟他讲 这样有没有 每次都在连结 连结到最后 他会不会主动自己去买 等他他自己 一直主动去买的时候 他不断的连结 连结 连结到最后 可能有一条线跑到柬埔寨 有一条线跑到新加坡 有一条线跑到马来西亚 跑到越南 泰国 印尼 你后面可能是几百万的消费者 在消费 累积的点数跟你都有关系 这样 有没有感觉上 那个钱已经在空中 非了 要不要你的专业 都不用 我说今年 是爱东美最重要的一年 整个爱东美在今年 它是真正的一个爆发的年 爱东美在台湾一年九个月 这个月整个人数 会员数已经超过了24万 明年公司预定 会员数超过多少 50万 那超过50万的概念是什么 就大概你讲了几个身边就有好几个是会员了 因为加入爱东美没有门槛 对不对 没有压力 所以未来会不会每一个都是爱东美的消费者 会员 对不对 明年50万这个概念就是可能你身边有很多的人都是爱东美的会员 还有明年爱东美即将从台湾出发 进入东南亚有六个国家 这个概念你懂吗 好 进入六个国家 你说我不在柬埔寨 我不在新加坡 我不在越南 我不在泰国 都没有关系 因为透过消费连结 连到哪边你会知道吗 你是不知道的 知道吗 以后你也会跟我一样 领了钱 突然想要感谢人 都不知道要感谢谁 所以那时候你要感谢谁 天 这个谢天 因为不知道要感谢谁 所以你看你就是这样连结好 50万连结到整个未来东南亚六个国家 你今天你的连结的动作 你的速度 关系到这未来东南亚六个国家的消费者的连结 跟你是否有关系 你听不懂 要不要专业 不用 你就这个观念懂了以后 赶快就跟辛苦兵业人 辛苦兵业人说了赶快怎么样 打电话 行动的先打 简单跟他讲 我用过这个东西真的好用又赔你 然后怎么样 加入不用钱 买你需要的 产品又好又赔你 可以累积点数换红利 那简不简单 不要再改成一堆 再用我说 他拿几趴出来的 本资金 不要那些够糟 你知道吗 你如果算到那时 大家都头发到那些 所以你在爱东美里面 你就纯粹办 原好一个叫消费者 所以我说 今年是爆发年 到了第三年 甚至第四年的时候 整个进入到成熟期的时候 那时候 要不要再解释什么是爱东美 不用解释什么是爱东美 你知道吗 就像现在有人会问你 欸 什么叫7-1 有人给你问 你知道吗 我们十几年前的时候 要开7-1 我们都不相信 我们认为 他们说7-1 会取代感觉店 我们都觉得不可能 我们还问7-1是在干嘛的 现在还会有人问7-1在干嘛的 7-1已经进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 对不对 那请问一下 爱东美 在三年后 会不会进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 你的生活 有没有爱东美 每一个人都 你的生活里面都有爱东美 对不对 然后你今天坐在这里 你是刚好趁着这个趁势而为 是爱东美在起飞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 重点 把你们的安全带绑好 因为要起飞 我怕你拔了 你就跟着这个趁 你趁着这个市 你就跟着爱东美 跟着整个公司的成功的系统 跑上就好了 你不用想太多 你就是回到哪边 回到中心 不懂的时候回到中心 听个课 有一日研讨会 就参加一日研讨会 对不对 每一个月的成功学院 就带着伙伴上成功学院 你只要跟着这个系统走 每一个人 未来在爱东美 都是成功者 每一个人在爱东美 未来都是成功者 我也希望 台南南部的乡亲 真的 无论你们从事什么行业 不要再贴那久 不要再累那么久了 你在爱东美 你真的听懂 你真的看有 你又做有 我相信爱东美 会让我们每一个乡亲 都从平凡中可以翻身 而且不分你是谁 所以今天我就简短的分享到这里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 在爱东美里面成功 谢谢各位